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以为这只是一件疑似出轨事件 没想到这两天猛料越爆越多 也有人陆续躺枪 拿好手中的瓜一起跟着小八哥去为官下 最近几天李小璐夜宿PG1家事件持续不断地爆出新翻 专人下午提前预告的周三件猛料 也被广大网友认定是此事件的新瓜 然而万万没想到 昨天上午公布的却是国民老公王思聪 24小时连换两任女朋友的消息 思聪本人也第一时间出面回应 等了一个晚上居然等来自己的绯闻 他还在评论中发图暗示有人拿他当子弹 不过躺枪最狠的要算李小璋啊 因为名字与李小璐相似 他被一些不明情况的网友在微博评论攻击了 也许是一时气愤 他还发布了一张疑似PG1花1400万公关的对话截图 并且秒删 随后又引起了一波热议 躺枪和巧合越拔越多 这次事件越来越让人细思恐急 甚至还有网友潜逛到马苏微博 找出他曾经晒过的自己和李小璐PG1的合照 当时他说我有一个小逼你 结果这条微博现在被网友们疯狂转发 并且吐槽全世界都知道了 按照这个热议情况 这部出轨疑云的贺岁片 估计一时半会儿还完结不了吧 年度最暖萌最欢乐姐弟恋偶像剧《我的男孩》 让升级成辣妈的林心如 又成功在剧里推倒了一枚阳光小鲜肉 而在剧外 两人在接受专访时的画风也是如有搞笑 小鲜肉张宣瑞在采访现场展示了 如何用情话逗心如姐姐开心 一番肉麻表白后心如也害羞地认证了 这番情话公式的杀伤力 我跟小鲜肉张宣瑞 所以可以 因为你叫我老爱跑一身体 哎哟 哎哟 因为我做的门叫木门 铁座的门叫铁门 那幸福做的就是什么 铁门 我和你 我和你 我和你叫什么 我还可以叫一下华哥 看来老干部 华哥平常是一个话少行动派 宠妻全靠做不靠说呀 心如这暗抽车的虐狗方式实在是致命了 从开拍前的选角就备受热议的古装IP剧凤秋皇 昨晚曝光了最新宣传片 国民闺女关晓彤不再竹梦演艺圈 而是穿越古代当起了大公主 著名的缝纫机头暂现江湖 她和宋威龙的CCP看上去也配一脸 看到宋威龙对她使出一招草地东 小八哥莫名被酥了一下 对比起一个月前曝光的第一版预告 这一次的宣传片里 关晓彤用了配音 之前被吐槽有些刺耳的原声没了 网友们纷纷给配音版点赞 期待值也拔高了不少 你们看了想不想列入追据清单呢 今日一段吴亦凡摊煎饼的小视频 瞬间走红网络 视频里繁繁看到饼上的鸡蛋溜了 眉毛都要惊讶到起飞了呀 一秒钟变成表情包 一点都不像平时我们看到的高冷男神 明明就是吃可爱多长大的小男孩嘛 仔细拔一拔吴亦凡最近两年的综艺表现 和生活日常才发现 其实吴亦凡回国后就把偶像包袱给弄丢了 上节目时抠鼻孔 做鬼脸 忽悠人 和银宝跳广场舞啥的说来就来 不光是接地气 简直就是要放飞到宇州了呀 不信一起跟着头条军去前方看看 头条军最近看到一句话 要不是长得丑 谁愿意做斗鱼 呃 今天这句话就被吴亦凡啪啪打脸啊 原来高冷男神Chris 最近上了一档国外美食节目 撸起袖子亲自上阵做煎饼裹子 结果咧 技术不如人家外国人不说 看到鸡蛋滑落时眉毛飞起 凭借着这一所有心理活动 都显在脸上的神表情 吴亦凡迅速入围当下最红表情包 准备选手护选人 同样是在这档节目里 美食博主吴先生 吃包子时又让包子给溜了 这回他没有惊讶 而是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迅速把包子捡起来 准备一口吃掉 哦 天啊 这不是这样的事 哦 天啊 看 我只是吃饭了 这不是这样的事 这不是这样的事 但是你这样的事 你会这样的事 你会这样的事 这还是大家印象中 那个优雅帅气的反分吗 其实吧 据英明神武的头条军 多年观察发现 影的吴亦凡只是看起来很酷 实际上就是304度 全方位多角度的动物 偶像包袱什么的不存在的 比如他在综艺节目 72层骑楼中 好不容易答对一道超当题 想和NPC激长庆贺 结果这位大爷 才是高冷style的产权所有人 于是就有了下面 尴尬心酸的一幕 出这个电影啊 对对对对 好 作为一个前卫音乐人 吴亦凡还在节目里 展现了自己音乐品味的另一面 完全就是不敢相认的节奏 除了广为流传的 你看这个面 它有长有款 就像这个碗 它有达有约 他还和赵丽颖合作 线上一曲最选民族风 一路边走边唱 才是最孤单 我们要强就要成的最痛快 就连坐过山车 都要唱歌置信 开心的像个刚进城的孩子 嗯 凡凡真的不是斗 他只是天生的 男子气而已 以后谁再说吴亦凡高冷 我二话不说就送他一条 导盲犬 除了性格斗 接地气 作为一名爱豆 吴亦凡也是过于有言任性 邵达君见过不注意表情管理的 可真心没见过这么不注意的 在挑战者联盟中 也有过山车挑战 不过这回凡凡没顾上唱歌 因为他正忙着 对身边的沉寒点 展开无尽嘲笑 嘴张得出奇的大 也就比小孩见了都害怕的 王大璐的嘴 小那么一猪猪吧 做游戏时 更是呲牙咧嘴 附赠满地打滚 还非得碰瓷李晨 哪里还有个爱豆的样子吗 范爷都看得笑出眼泪了 来了来了 一会又趴下了 也许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 吴亦凡还特别喜欢 和邪星们一起玩 和自带抹杀黑气质的 宋小宝一起坐小船 展现经典黑白配的魅力 跟刘能坐在高高的木堆上面 吃着橘子烙着磕 听能能说着 铁领着那些事 脑补相对爱情故事 第二世纪的剧情 和谐和美和乐 愿意为到了粉丝面前 吴亦凡总要剪一剪 自己的偶像包袱 没想到依然是偶像剧 变情景喜剧的节奏 被粉丝围住拍战 拼命想摆出高冷脸 结果还是一秒破功 不要笑啊 不要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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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和粉丝 如相识多年的老铁 一般大聊减肥话题 被夸一点都没有长胖时 又情不自禁地 祭出招牌露一笑 没有减肥 没有减肥 看很好了 对粉丝碎碎念起来 也是不走寻常路 请问中英文切换模式 是为了方便考四六级的粉丝 练听力吗 鞋子掉了 妹妹 所以啊 说好的高冷可瑞斯 气质内心一点也不偶像君 这绝对不是因为 时光在他身上做了什么手脚 而是本性终于踩不住了 为他的高冷外表欺骗的小可爱们 你们清醒一点 请跟上动X的步伐 一起开启 还翻之路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是不是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呢 那就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了解更多的明星动态 在这里还是要感谢最大的 年轻人兴趣互动社区 QQ兴趣部落 给我们的大力支持 明天会有更精彩的节目和案例 记得十一点半准时相约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